中国华为公司推出P30以及P30 Pro两款手机 其中P30 Pro的一项主打功能就是高达50倍的变焦 据说可以清晰拍摄月亮 甚至连月球上面的一些细节都能够显示得一清二楚 像是月球上的圆形坑 这种镜头堪称可以与高解析望远镜一蹶高下 只是真的这么厉害吗 综合媒体指出网络上传出质疑华为手机内置P图功能 直接将月亮P完整的这个看法 中国北京网媒爱福科技一名主笔王岳坤在微博上发言 表示在使用华为P30 Pro拍摄月亮的时候 图片上会显示出一些不应该存在的细节 接着比较手动模式以及自动月亮模式 做出了一系列的测试 对比起来似乎这个月亮的一些细节 的确是会显示出P上去的痕迹 华为P30 Pro被证实自动拍月亮是使用了AI算法 并非是像单反那样直接拍成的 王岳坤的看法引起外界激烈讨论 爱福科技日前发表声明 批评王岳坤提出华为对月亮照片进行算法优化的行为 是一种造假 说法严重错误 爱福科技认为他实验准备不足 测试过程不细 结论下达武断 并且利用在公司就职期间累积的粉丝影响力 在个人微博上误导观众 煽动情绪 严重违反公司的相关规定 也给整个行业造成了不良影响 爱福科技公司决定责令他删除所有相关微博 并且及时解雇王岳坤 而曾经转发相关微博的爱福科技首席执行官彭林 以及首席营运官王亮也被罚扣除当月全部工资 虽然有不少舆论认为 这个声明是受迫于华为的压力 也有网友亲自测试 用华为手机翻拍电脑荧幕糊掉的月亮图 结果的确拍出具有丰富细节的图片 这样到底算不算是批图 的确很有争议 新闻时事报徐伟林 整理报道 南方念ans 地环境 三人 二人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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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 三人